这是外国人家啊 那老头是外国人吗 是同胞家的树 邻居老头是老外人 这棵树树形挺好 看长得也匀秤 就是动物多 那摩得那么上 看上去好像不能有秤 女主人是个同胞妹妹 说这个小动物我才多呢 浣熊松鼠 孙子这树就上房檐了 都累窝了 浣熊了 这个高度行吗 这个高度 好的好的 都可以求这么高 一圈都求这么高 好的好的 好嘞 你就是隔壁的话 万一到隔壁的话 你就像你那样 我打过了 那行 好了好了 好像是印度人了 他说哈 对对对 挺好 刚才说了 他家广埔房檐的洞 就花了几个钱 熊大完洞 在里蓄卧 生小幻熊 抓走一回 完了又回来了 请人抓幻熊也花钱 这幻熊聪明 这幻熊聪明 宋徒可能上百公里以外 他自己还能跑回来 你看猴哥干这种活 这么高的树 我就一点也不担心了 这对他来说 就是太轻松了 这树上虽然是用点力气 但是它不是那么高啊 就没有啥危险 看着也不担心 今天这些迦 是烤的 这下烤也不不用 - 穿緊色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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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穿的这么严慎 不过在上面修树 乌冷 十门 ponto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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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跟你说 这往前去 这个 还有那边就只能处带绿叶子 就贴你手的就行了 累了 俩人都累了 谢谢 这家枝子多 装忙买车 那天我来一点输业没有 这几天输业涨了 过几天来重量还比这多一倍了 一倍到不了 输业大了更多了 这一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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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